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面36度 体温40度 好热好热 然后在外面 给朋友们买东西 苦逼的代购够 修路怎么只修了一半呢 太热了就没修了吧一旦 我很喜欢这一段 这个是一个 小的吗 它就是新秀是吧 新俄切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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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名字很长的 这啥好看的 我吃了 好多有个饼干 好多好多饼干 饿血啊 香菇干 肚子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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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今天我要认真地做一个车评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2019的RAV4 前脸的部位 它的那个相对比去年款的话 应该是大改款 所有东西都改掉了 只剩下名字了 甚至连动力总成都换掉了 而且呢它在市区 它的市区系统呢 比上一代是提升了很多 电子的限滑呢 非常非常的灵敏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前脸相对比去年的那种 尖尖的那种感觉呢 现在应该是炼鱼嘴巴吧 是不是会好看很多 然后我的这台呢 它是市区型号的 是2.5升 应该是200匹马力吧 对不对 汽油版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 是什么样子的 OK 这就从侧面 侧面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作为我 应该是车主吧 我应该开了 1000多Mile了 1400Mile 还是1500Mile了 日常使用还是非常非常靠谱的 来看一下 后备箱 够用 但是它后面那个顶是向里面弯的 所以说呢 你东西只能装到这个横格栏这里为止 就是这个隐私帘这里 然后到上面东西以后呢 你要往里面稍微推一点 这样子 还是蛮大的了 等一下来一张图片里面就明白了 然后呢 我们看到那个 从后面看到主架 前面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内饰呢 相对比芬田来说 内饰还是 这个级别的车 你没办法说 说是去那个追求特别特别好的内饰了 就是普普通通吧 凑合着用 你也没有说是去看它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前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副驾驶的空间也非常大 这一次的视野呢 变成那种全景式的视野了 就是视野非常的高 有点像是小皮卡的感觉了 比其他车的话会高很多 然后呢 会好很多 这样子呢 对你自己驾驶来说是好很多的 还有就是 全系都是标配了这些主动安全系统 对那个高速行驶或者低速的时候 那个缓解疲劳是非常有用的 OK 后排呢 相对比来说 一米八五一米八的伙伴坐在里面是不会很挤的啦 但是相对比其他 尼桑和CRV的车主可能他们要笑了 因为他们的后排是平地板 而且会大很多 感觉会大很多 这个沙发呢 是非常软的 因为老美喜欢做那种软沙发嘛 所以他们因地之谊 他们在这边也做的很好 这样子 然后呢 车架部分 就看一下车尾部分 这个车尾呢 车架是全部都已经装了 那个什么 啊 ABS的那个 挡杆 那个那个护板了 所以说你不用再装那个 啊 什么喷 喷那个装甲 你看甚至连后面 这个位置 都给你装了个塑料壳 给你挡一下 还是很厚道的了 其实 啊 我们一起升下去看一下 后面是双排器 我也不懂双排器 单排器有什么区别 反正 看着就是那个样子吧 啊 还有就是我使用过程中呢 曾经被追过一次尾 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被追尾过 啊 还是蛮结实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也没有报那个保险去修 这样子 啊 对了 我这一款呢 是没有电动尾门的 很多东西都没有 甚至还是一个那个 钢圈 啊 没有那个 怎么说呢 呃 满点的那个 侦测 啊 还有没有无钥匙进入 啊 内饰呢 也不怎么好看 如果说你加钱了的话 其实 应该有的东西都会有的 甚至后排通风 我都没有 啊 后面也没有USB 他只给了一个USB给我 所以说我自己弄了两个USB在上面 其他的东西我用的都还不错了 我觉得 行驶上面呢 非常非常的稳定 操控嘛 比其他车来说会扎实很多 就是非常的灵敏 OK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非常简单了 不是的 整天的 拍这个视频都是在开车有什么好处 我看我都不想看 来 那这个女司机来说一下这个RAV4是什么感觉 没啥感觉 挺爽的感觉 但是我来问一下 你当时为什么想买这个RAV4呢 它跟上挺大的呀 价格也不贵呀 然后你觉得它有什么好的地方吗 那我们这种带购的带购狗 破货的话有没有这种最好了 那你当时知不知道这个RAV4它出新的了 我这车一向不懂 我只知道能拉货 坐着舒服就行了 那你觉得做过其他的车 相对比这台会不会舒服 这样子怎么样 舒服啊 以前不是做过那个叫什么 嗯 那叫什么呀 看有一个那个卡北瑞吧 卡北瑞也感觉也能也不错 但是那种感觉的话还是这种舒服啊 啊 那你下次你推不推荐这样子 看视频的小朋友 如果说是要买车的话 你推不推荐他们买这台 可以买这台 但是那国内的价位吧 因为国内价位如果太高的话 人家怎么说呢 SUV在中国好像都挺贵的 感觉如果是冬天了 本天的话 起码都要30万左右 对 溢价比较大一点 其实那种小车的话 一般可能就十几万 二十来玩就搞定了 所以看定价吧 啊 OK 那我们主要是要脱货 然后 然后 要机会好一点 那你为什么不买本田呢 嗯 在中国吧 都有点拍 拍 拍 那个 对日本 但是奔铁也是日本的好不好 对啊 所以中国不买啊 美国可以买啊 人家不在乎这个 在中国买个封铁被人砸了怎么办 现在观念是不一样的 那是因为之前新闻爆出来 那个车主真的凌可怜的 被打的被打死了 是不是 那被打死了没有吧 反正就被打了一下 谁无缘无故开台车 因为一台车被打了 对于女司机的话 你是喜欢开这样一种SUV呢 还是轿车 你感觉自己开哪一台 没开过轿车 我就开过SUV的 那你觉得这台车隔音怎么样子 隔音还行吧 挺好的呀 那你上次开的时候 觉得动力呢 动力呢 操控感和动力 很轻飘飘的感觉 可惜我还没 没有驾照哦 他在那边开这台车 所以说 以我主观的感受 我觉得这台车 是没有什么缺点和优点的 那我来问一下 呃 陈同学 有没有那个什么缺点 这台车的缺点有什么 缺点啊 啊哈 还不够便宜 不是不够便宜 不够便宜 缺点就是 我喜欢皮刺座椅 啊 对 所以说你看 这里就有那个内饰档啊 像我的话 我就觉得无所谓 这种编织物的 粘兮兮的坐在上面 还有呢 还有什么缺点 缺点 嗯 其他没啥 就不选择皮 哈哈 哈哈哈 太难清理了吧 这个对 编织物的椅子 比较难清理一点 如果东西掉在里面 就卡在缝里面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套子是可以拆下来的 可以拆 对 它旁边有个拉链 可以拉下来 然后打开 有个可以洗 对 但是你的皮椅呢 只能锁在上面 你拿的皮 你还是那个 啊 怎么说呢 跟在这个自营车后面 准备转弯 那 这是不那个难答 还要你啊 不是 不是 好了 今天的那个问题就问到这里了 呃 我们那个 下次再见了 这是以那个 我又问问题 然后呢 以另外一个人来回答这些东西的话 他 用第三者的那种感受去感受的话 其实会有很大的那种帮助的 毕竟我的 这个车是我在开 我在用 所以我的主观感受一直都是好的 所以说如果说有第三个人 在 在做这个的 做车的人的话 他是跟我们感觉是不一样的 或者他偶尔碰一下这个车的话 感觉也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还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 前面堵车 这车如果30万能搞下来的话 还可以 30万 国内这个便宜了 很便宜的这个 在国内卖的 卖的 很便宜吗 告诉我一下 才20 25万吧 如果都搞好 可能吧 嗯 很多小朋友现在都在等这台车 什么样子 20万 25万可以下手啊 嗯 如果超了的话 我觉得就不好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 超了的话就比较难受了 你去开门吧 开工条 我去那个 把它抱出来 行了小朋友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观看 谢谢你们的观看 谢谢 谢谢